嗨,我是雪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短评 DTIP加大热门的希腊无花果 他们的淡香精跟淡香水 我体验起来怎么样呢? 那希腊无花果真的是他们一个很热销的一款 那首先呢 淡香水呢 它开出你是先可以感受到 无花果的奶香气在空气中 紧接着是绿叶的香气 那这里的绿叶呢 还掺杂了那种树枝充满苦苦之意的感觉 奶香气在我身上完全消失 我知道很多人感受到奶香气 但我真心试过很多遍 无花果的奶香气在纸上相当明确 在我身上展现不了 真的很神奇 所以我在身上永远感受到 都是那种绿色感 无花果的树叶树枝那种感觉多一些 那淡香精又如何呢? 那淡香气在这里呢 开出我连奶香气都没闻到 在我身上直接呈现树叶跟树枝的味道 比起淡香水呢 这里的那种树枝的那种汁液的苦涩感 更加明确 但是在15分钟之后 我觉得这两个香味会很香 无花果叶无花果树的香气苦涩味都会淡去 在我身上呢 奶香气都非常隐约 顶多偶尔会感受到说 嗯?好像有奶香气的感觉 如此而已 但是两个都非常的好闻 那种充满阳光树木树叶的味道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 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奶香气的呢 我真的建议你喷在身上 试试看 有可能你会像我一样感受不到奶香气 或者是你会像别人一样 很清楚的体会到奶香气 一定要试在身上试试看哦 阔香跟持香来讲 我真心觉得差不多耶 大概就是六个小时左右 那考量到价格的差距呢 我真心觉得淡香水就可以了 毕竟他们的价差还是蛮大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我之前也已经分享过 TheTip加其他款的淡香水啦 可以点几资讯卡去看一下哦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 你们用过希腊五花果淡香水淡香精吗 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一起推坑 一起壁垒 锁住我们的钱包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不要忘记追踪我的IG哦 里面会分享我的生活 还有我有兴趣的话题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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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